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 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 而葬送了多年来的兄弟情 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许磊和许家老三 率先进入了密室 经过这样调解之后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获 你们就是说需要我做出一些改变 我就改变一下了 因为日子还得过 兄弟还是会兄弟 就人每个人的性格当中 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过往发生的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会过度地放大 那些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而忽略了他曾经对我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 就是理性地抛开这些情绪 跟大哥和好如初 因为在这个基础之上 有了情感 我们再去谈房子 亲人之间 你没有办法那么较真 是这样啊 他的房子我也帮他盖过 他也要记得你的好 你也要记得他的好 他也帮助过我 我也有些地方对不起他 他如果一点都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他根本不会在乎你叫不叫他 我们姊妹本来是 或者父母都走了之后 他们都觉得都不会来往了 后来是我说的 我说就还是要 姊妹还是要来往 家和万事心 在密室中 观察员许磊告诉许家老三 要想解决房产分配问题 首先要缓和与老大之间的关系 学会尊重和认可老大这个哥哥 在密室另一边 观察员廖喜玉则告诉许家老大 要以平等宽容的态度 对待弟弟们 珍惜彼此的兄弟情 许家你父母之属于 这里建房那里建房 没有你的支撑 这你爸爸那几处房子 都是很难见得起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是有钱 我都是一万一万给我妈的 如果是有我们这个心呢 也不会吵架 兄弟自己要和睦 要团结 你所提出的这些 所有的重新分配 我觉得不是发自内心的 你说一定要房要钱 要财 不是 就是心里这口气 今天说我是这个脾气吧 我说过你就没有啥 长兄就为父 如果你再来去指责 哪个弟弟没有做贵 那就叫废话 所以他们心里都有底 我这样想 我叫弟弟那里 拿出八万块钱 不管那时候跟老二一起给 还怎么样就老三 拿出八万块钱 补给你 好吧 这就是台阴间 我在北方还有方 其实我建这个房也没啥意思 对对对 你只是这个气不得出来 在密室中 观察员廖喜玉提出了一个方案 房子分配 还是按照原来老二老三 共同所有的方案 至于加盖的第三层 观察员廖喜玉提议 老二老三 共同出资 补给老大八万元 那么针对这个提议 老三这边会答应吗 所有的东西都过去了 不说了 这次调解回去以后 做两桌酒 把所有的兄弟姐妹 全部召集起来 搞过来我想想 还是不给他八万 你给老二两个人 一个人给他四万块钱 几万只块钱 对大家都要一堂和气 在密室中 老三并没有直接表态 那么他到底是否会接受这个方案呢 兄弟三人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吗 密室回来 敬请期待